在广阔的中原大陆上,整治西汉五地的时代,就在这商业贸易大争鼎盛的时期,开辟了丝绸之路,以连通东西方两地的贸易往来,当时的弱水锡锅,便是现今的意大利。 也就是古罗马共和国,派遣了使者乘着毛车,垮过弱水,前来中国进县香料。 可是五地却认为那只是一些普通的香料,并不是中国所罕见的,便没有对使者一礼相待。 于是,使者逗留了好长一段时间。 有一次,在五地寻信上林院时,西方使者便又来请求五地听他禀告,并把之前的那香料献了上去。 这一次,五地拿过来一看,只见这香料大小,就像燕子的蛋一样大,共为三枚。 外形与枣子相似,五地看了看后很不高兴,就随手把他交给了外库收藏。 后来,长安城里爆发瘟疫流行,宫里的人都染上了疫病。 此时的五地愁得不再有欣赏音乐的雅兴,日夜轻时不安。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,西方使者再一次前来求见,并请求五地焚烧一枚他所进宫的香楼来驱除邪气,依避疫之害。 五地迫不得已,只好依他所说去办。 后来,奇迹的事情发生了,宫里的病人们全都豁然而遇。 此时的长安城里,方圆百里都闻得了这股香气。 据说这方香持续了九十多天,都还没有彻底消散。 鉴于此状,五地于是备了重重厚礼,并派人给这位西方使者践行,以表感激之情。 这,就是后来仍称为汉五地焚香抗议的神奇故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